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相信坐过高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国的高铁只能用快和稳来形容了,就连我们习大大都经常邀请各国元首来我国尝试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 怎么样,我国的高铁是不是很厉害吗?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乏一些不识货的国家,菲律宾就是其中之一。 在去年菲律宾花了38亿笔锁,购买了我国自主研发的48节轻轨车厢,准备修建高铁。 但当日本人听到风声后,就立马开始眼红了,接连向菲律宾抛出了相当多的优惠政策,甚至还直接向菲律宾拨款200亿笔锁,援建他们修建高铁。 其实也不能怪菲律宾不识货,这样优惠任谁都会忍不住的。 于是菲律宾开始想方设法地找理由向中国退货。 一开始说车厢质量有问题,需要检测,后来又直接向国际质量检测机构发出了检测申请。 然而没能等到检测结果出来,却等到了日本企业接连被曝光的丑闻。 先是被曝造假的神户制纲,后来又被曝出日本给英国制造的高铁,在首发当日便出现了漏水问题。 这样一来,就算日本给出的优惠再大,菲律宾再也不敢跟它合作了。 于是又转回头来请求我国继续帮助他们建造高铁。 不过对于此事,我国却迟迟没有表态。 有网友表示,既然不信任我们,那就自己造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